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道汕头市委书记温湛斌在中国农民风收节来临之际向广大农民朋友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 并宣传推荐汕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思路举措和成效 报道中温湛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大农民朋友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 温湛斌指出 农业星则百业星 汕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 汕头牛肉丸 城海湿头鹅 朝阳思苗米等畅销全国 享誉海外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汕头将扛起经济特区的使命担当 以精细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 打造粮书水产促勤三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 引领百万农民迈上共同富裕之路 奋力谱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汕头篇章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结合实际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持续推动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今天由政协汕头市委员会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会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2022年潮学年会 即乔乡与乔坯学术研讨会 在我市举行 潮学及乔坯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就乔乡与乔坯的主题 展开深入研讨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生 市领导邱义辉 王雪竹 林一鸣 陈胜泉 陈列峰 周昭勇 老同志黄赞发等参加活动 会议公布第九届潮学奖获奖名单 市政协原主席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原理事长罗养鹏 为获得第九届潮学奖 著作类 论文类 传播类 一等奖的作者及单位代表颁奖 这一届我们共送到93个申报项目 经过评审有85个符合我们的评奖条件 现在评出有37个 汕头是全国著名桥乡 海内外潮级乡亲遍布世界各地 当前汕头正写手海内外潮人 奋力书写新时代桥文章的崭新篇章 2022年潮学年会 以桥乡与桥批为主题 开展学术研讨 在学术研讨会上 陈春生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谢时教授 汕头大学商学院 胡少东教授等 潮汕文化学界重磅人物 做主旨发言 带来一场高品质 桥味浓郁的潮学年度盛会 桥乡社会的研究 从乡村社会的研究到桥乡都市的研究 我们都是继承了 桥学的前辈的探索的足迹 那么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拓展 我们会更加的关注 桥乡都市的空间的格局的演变 人居环境的改善 以及建筑的格局的演变 这样一些细部的问题 希望能从中的找到一个城市变化的 一个深刻的社会的背景 和一个宏大的历史的一个过程 讲好我们汕头桥乡都市的故事 会议指出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努力拓展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工作 深度挖掘潮汕桥华人艰苦创业的感人故事 深情讲述潮汕桥 心系故土 爱国爱乡 众义守信 反哺家园的家国情怀 继续做好潮汕历史文化的传播工作 提升潮汕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在研究潮汕英格武的过程中 越来越发掘潮汕文化的博大精深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青年人 能够带上自己的作品 来参加潮雪奖的评选 一起加入到潮汕文化研究和传播的行列 会议希望 桥皮文化研究者和工作者 要把桥皮中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深度挖掘开来 以高度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 在传承弘扬桥皮文化上加温古镜 不断深化桥皮文化研究 丰富桥皮文化内涵 培育出更加根深情貌的桥皮文化之灵 努力写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把潮雪研究的工作 推向新的高度和水平 今天下午还进行了 桥香与桥皮学术研讨会专家发言 食在潮汕 未在汕头 汕头美食 特别是老字号 不仅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招牌 更是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石 我是提出 要推动特色美食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在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 宝玉活化中 有机融入潮汕美食文化 新建镇帮路美食街 近日 汕头橄榄台 发出镇帮路美食街名字 征集活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记者了解到 镇帮路美食街将齐聚20多家 具有潮汕特色的餐饮老字号 打造成 即餐饮和文化展示 文化创意 文化交流等 于一体的美食打卡点 目前美食街的招商引资 设计装修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计划将于2023年元旦试运营 近日 市餐饮协会组织多家会员单位 到镇帮路美食街考察 了解项目规划布局 基础配套等情况 目前 镇帮路美食街已完成路面优化 建筑物外立面装修等 整条美食街长约120米 现有可出租商铺20多间 总面积近3800平方米 按照规划 这里将以汕头特色品牌美食 为核心主题 布局情景餐饮 手信购物两大业态 高标准谋划建设 汕头老字号美食街 主要是要打造成网红打卡点 美食的打卡点 而且是潮山有代表性的 一些网红的 一些传统的 一些让市民老是想吃的 都集中在这里 到时候就是 所有的游客可以吃完以后 还可以带手信带完就走 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筛选 然后让市民跟喜欢的这些品牌 来进入这条街 目前 汕头拥有500多个潮汕菜品种 60多种中华名小吃 38项餐饮食品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实地考察中 我是多个老字号及餐饮品牌经营者 纷纷表示 期待入住郑邦路美食街 展现潮汕特色美食 这次政府对这个小公园这边 美食街都很重视 作为餐饮人 我们又合力把这个名片打造量 打响 把这个美食文化 向传播出去 大家集中起来 齐心协力 把这条街打造起来的话 肯定是作为汕头一张名片吧 品种又多 然后又想到这个消费者 来到这里 他一站是可以品尝很多 这个潮汕的代表作 也了解到他们这个潮汕的美食 这个文化 可以带动其他产业 如果这个风格跟这个美食搭配起来 肯定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个小公园是 我们汕头是一个代表性的 代表性的地方 一些在海外的华侨 他思乡情窃 他每逢到这山头来都很怀念 很怀旧这个小公园 都想来看一下 在配套设施方面 正邦路美食街将完善街面导饰系统 公共卫生间和停车场等设施 同时 结合街道棋楼风格特点 做好灯光景观等分为布置 打造美食文化集聚区 盘活潮汕菜老字号资源 打造汕头美食新地标 汇聚人气 待望街区 汕头华侨试验区 是全国唯一一个 以华侨和文化为核心概念的 国家级发展战略平台 今年9月15号 是国务院批复同意 华侨试验区 设立8周年的日子 8年来 华侨试验区 从一张白纸开始 一笔一画 书写新区 沧海变桑田的巨大变化 其中 东海岸新城 在一片汪洋上 建成总长60多公里的市政道路 说起华侨试验区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东海岸新城 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的高楼 而有人想到的是 地岸上凉爽的海风 和海天一色的美景 而您是否曾经想过 十年前 这里如一张白纸一般 只是一片贪图和沙地 在我身后的就是 东海岸大道 那么这也是 东海岸新城的 第一条城市主干道 那么这条大道 全长16.4公里 包含三座 跨海特大桥 双向八车道设计 贯穿 东海岸新城的 三个片区 2017年10月1号 东海岸大道 正式通车 那么东海岸新城 市镇道路也正式实现 零的突破 在短短八年间 东海岸新城已建成 总长67.5公里的市镇道路 和24.5公里海滴 此外 总面积超600亩的 东海岸公园 也已对外开放 低顶路休闲步道 等一批便民服务设施 也已陆续投入使用 作为一座 存在希望的未来之城 东海岸新城 从未停止刷新自己的 道路里程 目前 东海岸新城 塔岗为片区 两横四重 总里程 12.6公里的 六条市镇道路中 善大东校区周边 3.43公里 已完成建设 即将正式通车 剩余道路 将于明年上半年完工 新西片区 四横九重 总里程 23.5公里的 12条市镇道路 则有望于明年年底 全部完成 随着一条条道路的 建成通车 必将加快 华侨试验区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让这颗 东海岸之上的明珠 意义生辉 再创 辉煌 今天上午 市委组织部 市委党校联合举办 汕头市青年干部 育苗固积读书会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田辉 出席活动并讲话 省委党校哲学部主任 教授周峰 立会做点评指导 田辉强调 青年干部 要正确认识 为什么学 坚定不移 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进一步助力进取心 践行正确政绩观 打牢职业发展基础 脚踏实地 循序渐进 成长成才 要正确理解 学习什么 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 丰富内涵 实践要求 真正明白 背后理论源泉 实践基础 战略考量 主动学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 要正确把握 怎么学习 各地各单位 要组织好 读书学习活动 引导青年干部 树立强烈的 成才意识 主动培养 接班人意识 学习意识 正业意识 勇于批评 和自我批评 不断在实践中 提高思想认识 和能力素质 活动向青年干部代表 赠送学习书籍 来自市委办公室 市财政局 京平区 豪江区 朝阳区 南澳县的青年干部代表 做现场交流发言 今天上午 2022年 山头市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静校勇活动 在市驼浦中心学校举行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蔡永明出席活动 活动以喜迎二十大 齐心助劳 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题 通过民族健身操 民族武术表演 大合唱等精彩的文艺表演 充分展现 民族团结一家亲 携手同心 向未来的良好精神风貌 活动还为首个市集 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基地揭牌 并向学生代表赠送书籍 活动结束后 蔡永明一行参观了 学校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展版 民族团结教育图书角 和校园环境 并检查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市托普中心学校 是一所少数民族学生 较为集中的学校 近年来 学校持续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 进一步增强 全校师生的民族团结意识 今年九月 被评为 我是首个市集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基地 2022年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客观题考试 今明两天举行 今天上午 汕头考区 客观题考试 在驼兵职业技术学校 广下校区 和林百新科技中专学校 两个考点同时进行 省司法厅党委委员 副厅长林楚明 在副市长 是公安局局长 黄海的陪同下 赴考点学校 巡视考误工作 今年 我是报考人数 1700多名 两批次举行 我是按照党委政府领导 司法行政签头 多部门协调的工作机制 统头做好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实施工作 聚焦考试设施 网络安全 公共卫生 电力保障等重点领域 为考生提供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9月17号是第22个全民国防教育日 16号 一场别开生命的国防教育活动 在东夏小学北校区举行 在铁血军魂的讲述中 在嘹亮的军歌声中 孩子们与革命功臣老英雄江文生 一起回忆争容岁月 后执爱国情怀 汲取青春向阳生长的力量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是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汕头警备区政治工作处主办 广东省军区汕头干修所 是东夏小学协办 在现场 东夏小学六年级近百名学生 观看铁血军魂教育片 了解革命英雄的战斗故事 感悟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 争容岁月 令孩子们感到惊喜的是 纪录片主人汪之一 江文生老英雄也来到现场 他向孩子们签赠了一批 铁血军魂教育片 并与师生同唱抗战革命歌曲 《我们的连长何万祥》 我今天要唱的歌曲 就是《我们的连长何万祥》 《我们的连长何万祥》 《我们的连长何万祥》 49岁我就学会了 当时我是在连队当文化教员 我的一生中间 只要我还在 我要把它传下去 95岁的老英雄精神绝朔 10后的小学生朝气蓬勃 一教一学中 七十余载的光辉岁月 仿佛在教室中流动 而红色血脉也在小小少年心中 得到更绪 唱得很紧张 我很高兴 因为我这个 这个红色基因的歌曲 传出来了 今天在现场的时候 江文生爷爷 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歌 我的内心感到十分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 接触到这样的老英雄 使我非常的心潮澎湃 今天也通过这样一场 别看生命的活动 对强化学生的国防观念 和爱国主义精神 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今天上午 市教育局 汕头荣媒集团举行 汕头中小学校 校园记者站 授牌一事 为首批21个 校园记者站授牌 为进一步加强 我是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 和校园意识形态 阵地的建设 近期 市教育局 汕头荣媒集团 将在全市范围内 设立50个 中小学校 校园记者站 作为越东地区 规模最大 最具传播力 影响力的 主流党媒集团 汕头荣媒集团 下辖市委机关报 汕头日报 汕头电台 汕头电视台 汕头橄榄台 等媒体平台 拥有汕头少年报 学习之友 特区青年报等 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报刊 以及家有儿女 少年派等一批 深受青少年喜爱的 广播电视栏目 首批21个校园记者站的 受牌成立 是汕头荣媒集团 开展教育服务的新起点 将通过理论培训 实践体验的模式 推动文明校园 创建工作 引领广大少年儿童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校园记者站的成立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还有健康成长 提供了锻炼的平台 可以拓展学生的素质教育 也给校园的教育形式 增加了更多的一种方式和选择 另外也以此来给这些 有这方面素质的孩子 多一个展示的平台 对于我们来发掘和选择 更多的苗子 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 接下来 汕头荣媒集团将携手 各级教育部门和广大学校 以校园记者站为触角 拓展学校教育 衔接社会教育 实践素质教育 在青少年群体中 讲好四史故事 为小记者小主持 搭建成长平台 让他们体验当小主播 学习彩编和播音知识 并通过他们的作品 展现汕头青少年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 发掘培养一批优秀青少年素质人才 培养爱党爱国爱乡的新时代好少年 我们现在是以这个校园记者站的设立做一个起点 拓展学校的教育 特别是学生的数字教育这一块 那么再让学生呢 他真正能够到我们的媒体中去体验 能够真正的学习到这个彩编知识啊 主播方面一些尝试啊 让他们在数字教育方面这一块 有一个新的提高 今天上午 2022年 山头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经典诵读进校园走进城海中学 活动由市文联市教育局市诗歌协会等举办 长夏小学和城海中学白插校区的诗生 朗诵了月光下的中国回延安等经典诗篇 活动还通过赏话迎诗的形式开展诗词互动 昨天市爱卫办到朝阳区朝南区开展创建省级卫生镇暗访读查 在朝南区景都镇 督察组发现 镇政府大院内健康教育宣传栏不符合要求 镇主要出入口 楚干道和农贸市场等均未建创委工艺广告 景田公路建筑工地未规范为党 工地周围堆积建筑材料和废料 路边和河流两侧堆积生火垃圾 公路边的巷道内有家禽赞养 一名沟淤积厨余垃圾 成营密度高 社区未建布设独属屋 这家福建美发理发店无证经营 未配备皮肤病人专用工具 在神山市场 农药残留检测公式健康教育宣传栏不规范 市场内及周边存在栈道经营 多家熟食店和摊档三房设施不完善可见属分 在朝阳区和平镇 镇政府大院内健康教育宣传栏不符合要求 食堂没有公式证照 老和汇公路环卫工人未规范着装 性家购物门前存在乱停放 乱吊挂乱堆积现象 阿子联偶汤店和足疗保健馆 没有公式有关证照和卫生管理制度等 没有张贴空烟标识 唐围社区新围路边和周边闲置地均有杂物垃圾堆放 公厕周围亦独属屋维护不到位 综合市场内无健康教育宣传栏 农药残留检测公式不规范 市场活情宰杀和销售设置不合理 闲置摊档内有垃圾杂物 针对本次暗访督查中发现的问题 市安卫办要求 景都镇和和平镇要迅速行动起来 逐一落实整改 对标对表推进省级卫生镇创建和复省工作 其他镇要举一反三 开展自查自究 朝阳区朝南区相关部门要协同推进 建立成效管理机制 努力营造干净整洁 文明健康的城乡环境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 和汕头新闻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见